中共新一代領導班子習李體制順利產生 不過新的領導人上來是否會政策轉彎呢 台灣學者認為以中共的政治結構來看 一個人很難撼動整個體系 大陸學者則認為兩岸關係 不會是習李最優先處理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以18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宣誓18那閉幕也象徵了胡錦濤退下前線 將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交棒給習近平 習李新體制將如何動作 台灣學者都認為近期之內政策上變化不大 大陸民眾對新體制的認識也有限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現在一些主要的政策 怕不見得會隨著領導人的更替而產生變化 以習近平來講 其實大陸了解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只知道他是革命元老習仲勳的兒子 然後曾經在幾個省區待過 哎呀印象因為他以前還前幾年還沒有什麼出境率吧 現在就這幾年好像還比較穩重吧感覺 覺得他比較和蔼然後也有很有責任吧 從在地學者的角度來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 新一屆的領導班子不會立即處理兩岸關係 新領導人的頭三年一定是這邊的內部事務 對外事務呢有就是中美關係 其他他他都不會考慮的 兩岸呢排得比較後面 習近平過去在地方任職的經驗長達25年 光是福建就待了17年 被稱為是支台派在穩固權力後 如何看待台灣成為日後兩岸交流的重要關鍵 優點TV18大採訪團綜合報導